我星期三就帶了幾個弟兄姊妹 去到一間教會那裏去服侍 這都是我內衷會做的事來的 在那裏他們想經歷性命更多 這個傳統人想我們幫他們經歷性命更多 他們的人都是有經歷過些少 但又未是很投入到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是比較困難 即是他們未曾很放 曾經有些群體比較放 當我一邊帶他們去愛慕神 他們就會開始經歷性命 這一群的弟兄姊妹就未曾那麼快 但是我們重複去做 即是說去親近神 首先一次去讚美神 通常我叫他們一起集體愛慕神 去感激神 那時候都是小小的經歷 然後我就為他們按手祈禱 和我們一起去都為他們按手祈禱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你可以再怎樣留意到聖靈的臨在 譬如說身體的遙動 心靈的輕省 感動 他們留意的時候 有些人就說我們都有強烈的經歷 我們就幫他們更加投入 第二次的時候就更加強烈 即有些人的經歷更加強烈 這個都是有時候我去到的地方 有些地方就很放的 一開始就聖靈很容易臨在身上 有些就比較慢些少 需要一次再一次地帶他們 他們都能夠進入到神的同在 其實我想訓練到大家都能夠這樣做 將來一天 你有這個情況可以的時候 你可以帶領一些弟兄姊妹一起討告 在你家裡面集體討告 還有我們在這裡出來 每次結束都有最後的討告時間 大家都可以練習多些愛慕神 還有帶領其他人 將來你有機會都可以去使用 其實我們在宣教 都有機會可以給大家使用這些操練 而且有一天當大災難來的時候 我們根本不能夠再有教會的支持 那時候你就需要自己帶領一些人去經歷聖命 去祈禱怎樣得到神的供應 我這個短短的分享 就是講到可以怎樣帶領人進入神的同在 我們這次又再背這個經文 希望大家背了 我都傳到這個錄音給大家的 《哥倫多》前書15章52節 你可以的你就不看著那個銀幕 就在一殺時閘眼之間 毫同活次出現的時候 因毫同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老衛的 我們也要改變 這必老衛的總要變成不老衛的 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 這必老衛的既變成不老衛的 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 那時經上所記 死避得聖 吞逸的掛 就認爲不了 這個經文是非常之寶貴的 這個是三個禮拜背的經文 三個禮拜背的 這個經文是支持災難 大災難之後才被提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講到災難前被提 或者災難中被提 其實聖經是不支持的 這裡譬如講到 將來保羅都會復活 改變 這裡講到我們都要改變 這個包括有個我們在說 包括保羅在內 他都會復活 他都會改變 然後必老衛的變成不老衛 即是我們的身體變成為不死的身體 就會發出榮光 就像耶穌一樣 那時死避得聖 吞滅的話就認爲了 即是那時再沒有死亡 基督徒復活了 改變形象再沒有死亡 再沒有死亡 大災難 基督徒都會被殺 在這個經文講到 基督徒不再有死亡 所以是大災難之後 所以保羅何時復活和改變形象 是大災難之後 下一次我們念的經文是 第四章我已經傳給你們的 十六十七節的 那大家都可以看 那是另一個經文給大家知道 就是災難後備題 即是說基督徒需要面對大災難 但是也都說神會給我們力量 神會和我們一起 神是掌權的 因為七印七號七雷七碗 都是神掌權 所以我們不需要懼怕的 好 那我們這次讀的經文 《二福所書》二章一節開始 我們一起讀 這個不是講道經文 這個是讀經一 我稍微小小解釋 我們一起讀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他叫你們活過來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 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活躍之子 心中混行的邪靈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 放縱肉體的私欲 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 因他愛我們的隱憾 然後應該繼續讀下去 這個我首先解釋一下 簡單解釋 當我們死在最惡過範 即是我們未得救的之前 神就要我們活過來 所以這個得救是神的工作 不是人的工作 是我們死的 死又怎會有動作呢 所以這個是神拯救我們 改變我們 而那時未信耶穌是怎樣呢 你看到 我寫1 2 3 4 5是甚麼意思呢 在那時的情況就是怎樣呢 死在過犯罪惡 那時是死在罪惡之中 第二呢 是隨從今世的風俗 風俗有些好有些不好的 那有些不好的 譬如Halloween是一個不好的風俗 因為Halloween裏面是有很多 這些異教的色彩的 還有呢 如果大家聽過這個 Harry Potter 那些故事和一些影片 亦都是不好 因為帶有很多這些異教的風氣 那些邪靈的風氣 即是隨從這個世界的風俗 或者一些人看風水 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風俗 那又說呢 他順服誰呢 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撥役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這個告訴我們 未信耶穌的人 心中有甚麼運行呢 就是邪靈 有些人很驚訝 是否他們各個邪靈附體 又不是的 運行不是代表附體 附體是怎樣呢 他祈禱會發瘋的 會大叫的 會失控的 我跟他說邪靈 會喊 或者 總之那些典 是不正常的 而且也不能夠說出耶穌的名字 這就是邪靈附體 運行的意思是甚麼呢 邪靈在他裏面運作 在他裏面掌管他的思想 行為 第四呢 他們放縱肉體的私肉 跟隨他的私肉 第五呢 本為可怒之子 是應該神將憤怒放在他身上 和別人一樣 但是神有風性的憐憫 就愛我們 大愛 下面講到怎樣拯救我們 這個講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原來呢 人們未信耶穌是有邪靈的 影響他的 有些人問我 基督徒是否有邪靈啊 這個問題呢 其實呢 由這個經文可以 暗示到 即是說基督徒 未信耶穌是有邪靈的 那他信耶穌的時候 到底他是不是被耶穌掌管了 大家想想 以前是邪靈運行 你信耶穌的時候 是不是你就開始不說謊 你就不爭恨人 或者你離開你所有的罪惡 其實很多基督徒都不是 其實很多事都會 隨從自己的私慾 那就是說呢 其實邪靈都可能 繼續影響很多人 那到底會不會 邪靈附體呢 這個是一個神學問題 因為很多人就說 哇 那是 怎麼可能呢 聖靈在那裏 是光明的 怎麼可能有邪靈呢 我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我又不去電博 不過只是呢 有些人來祈禱 他就說我信耶穌 他真的信耶穌 他真的信耶穌做救主 但是他說有邪靈搞妖 我也都試過去傳統的教會 跟那些人祈禱 他們回教會 回了一段時間 祈禱的時候呢 不是個個有邪靈 是有人有的 忽然間有個人 硬了 失控了 然後看著他眼睛 奉耶穌明 吩咐邪靈出來 他立刻大喊 是很明顯有邪靈的 在他裏面的 就是說呢 當他沒有聽耶穌的話 可以邪靈在他裏面工作 是不是一定有呢 我又不去 辯論這件事 不過真的有些人找我們 他是想我們跟他講邪靈 而真的有 他真的有信耶穌的 好 跟著呢 第五節繼續了 當我們死在過範 一起讀哭 當我們死在過範中的時候 便叫我們與基督 一同活過來 你們得救是本乎因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 一同復活 一同在天上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 向我們所思的恩前 顯靈及後來的世代看 這個重複講回 我們死在罪惡過範 神就叫我們 有三 一二三那裏 在希臘文 保羅作了三個字 這個三個字 活 他加了一齊 在希臘文 就是soon 即我們現在 英文有synthesis 即將你合併 那就是一起活過來 即他作了一個字 本來活 他就加了一齊 變成一個字 我們跟耶穌一起活過來 那什麼時候發生呢 是當我們死在過範 即是信耶穌那時候 即是以前 是信耶穌 是之前信耶穌那時候 神就叫他活過來 然後跟他一起復活 他又作了另一個字 復活 他又加了一齊 然後一起坐在天上 哇 我們什麼時候坐在天上 這裏所說的 並不是說到 將來去天上 我們坐 而是現在我們有這個身份 一起坐在天上 另外呢 在耶穌所書第一章 就有講到這個 坐在天上的意思 所以這些經文 大家都可以回去看 馬上可以看 Facebook 遲些可以看YouTube 那你大家都可以看 這些經文 幫助大家明白 其他所書一章十九字 一起讀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 所獻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要他在基督身上 所運行的大能大力 此他從死裡復活 叫他在天上 坐在自己的右邊 遠超過一切 執政的 執掌權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連來世的 也都超過了 又將萬有 伏在他的腳下 此他為教會 作萬有之手 好 這裡講到 基督向我們顯的能力 有多大 對不起 這個十九字是神 天父 天父向我們能力有多大 有多大呢 大又如何呢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運行的大能大力 神如何叫基督復活呢 這種能力就在我們身上 原來我們有耶穌復活的大能 當我們信靠耶穌 親近耶穌 是可以有這個大能在我們身上 第一節十九字 向我們信的人所顯的能力 有多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 叫他從死去復活 坐在神的右邊 這裡就是剛剛 之前的經文講到 我們都跟耶穌一起坐在天上 坐在他右邊 遠超過什麼呢 接著有七樣 掌權的 不是 執政的 掌權的 有能的主節的 有名的今世和來世的 執政是什麼呢 就是統治者 這個呢 可以包括人的統治者 也都可以包括邪靈的統治者 掌權的 他有權並的 有能力的 主字的 即是他是做主的 他是做主的 他是主管的 還有有名字的 即是 什麼人都有名的 所有都有名的 今世和來世的都超過 所以耶穌超過一切 所以我們都超過一切 所以這段經文 以不所思是講到 我們有很大的恩典 很大的能力 所以大家在看的時候 回去你可以再看這個經文 看到原來 以前我們死了 還割過犯 然後神叫我們活過來 然後叫我們一起活過來 一起復活 一起坐在天上 耶穌坐在天上 就是聖的一切執政掌權的 這個經文就是 今次我們讀的經文 好 祝父 你們的經文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